好 许馨 孙颖沙 对林高远 孙明杨 第一局比赛 孙明杨发球 0比0 2比0 连续的擦宝 如果回球质量太低 整体的节奏太平的话 对孙颖沙和 曲线来说威胁还是不大 好的 3比1 是的 关框有一个 接发球轮次的变化的话 对于同样是女选手的孙颖沙来说优势也会非常的明显 明显 比较上风的 一个信任 连续的选手的台内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好的 这一名选手的手感非常的不错 他在进台位置只要是落点没有被拉开的话 5比8 不过在许欣的正中手范围内呢 几乎都是许欣比较有数的球 5比9 9比6 9比6 这种销 才有机会 第一局的局点 10比6 销了一半 机会 好的 个点 好的 双方还是有非常多的空间和发挥的机会 这是个机会啊 这场比赛半决赛的争夺上每一分都非常的关键 特点 反手回球就是两个擦网 这是柯莉选手的一些特性 3比3 这个轮子要有一些微调 因为孙女杀这种控制能力是非常强的 这种特性 漂亮 手感 3 剩下啥的手感 就是 好的 压制直线 好的 落点 这种孙女杀来说一定要打落点的优势 打出来 不把他们打乱 打得不定的话 对于林高远和孙女杀来说是机会是不是很多的 这种实力球上来看啊 5比7 孙女杀林高远达到了第二局比赛的领先 相持漂亮 好 孙女杀 其实可以向近台再靠拢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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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许欣在中台位置也是 没有找到凡拉的点 这条率好的 十一比十一 十一 十三比十一 漂亮 一种相持的板数越多 许欣孙永沙的优势越明显 对 所以说对于 二 二比 然后在前三板上打开局面 节奏 把这个质量威胁不是太大 三比三 这种 四比四 如果推得太远 很容易吃不住球就下网了 五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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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四 四 四 五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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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好球啊 只有一分的 机会的话 他球还是比较被动 好的直线 9比10 10比10 1比4 3比0 3比6 3比5 4比5 好的 又是拧拉的一场的关键 强压 其实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因为非常会两个转 13比12 14 你胜 1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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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比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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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比1 好吧好吧好吧 5比4 5比4 5比5 5比5 2比5 5比5 4比5 5比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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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比5 5比5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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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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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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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比6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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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